民眾出站先踏進塑膠盤 裡頭有消毒水 可以通通將病菌殺死 台中火車站首創鞋底消毒水盤 讓乘客更安心 很好啊 為什麼 我回去都會腳底要消毒 因為避遠病毒帶進去 19號台中新增5例確診 其中4位感染源 可能來自彰化葡萄嗎 或接觸萬華傳染鏈 但一位朝陽科大女學生 感染源不明引發民眾恐慌 網路上出現自稱確診者的PO文 坦言我現在不能做什麼 我能做的只有道歉 如果你們覺得道歉不夠 可以罵我 至於網友問到感染源 他說他真的不知道 也沒有南北旅遊史 攤開N2514足跡一看 除了在學校之外 13號到美樂DKTV唱歌 隔天逛雾峰夜市 15號往市區跑 第三市場中有百貨 吃韓國火鍋餐廳 足跡相對單純 大家認為社區傳播 第一時間校方安排宿舍學生 68人進行快篩 密切接觸者7人 住進防疫旅館隔離 另外好消息是 台中平等國校女藍隊師生 12號曾入住萬華地區飯店 市府不敢大意 經過連夜裁檢 92人都是陰性 防堵病毒流竄 記得陳國安環鄉部李雲傑 台中報導 現場